连日降雨 南投信义乡形成一座艳色湖 趁着雨势减缓 挖土机赶紧进行土石的清除 湖水排出之后 危机也战告解除 而持续性的大雨 正值一起到座收割的云林县 也出现大面积的稻谷倒幅 农民看了好心疼 法务部以精神医院的名义 要在台中南投文新建性侵治疗所 让居民很反弹 里长更指出 这里仿佛要成为矫正机构专区了 相关的报道 请锁定今天6月13号的 中台湾引播新闻